欢迎收看CTI Talk 网络论坛 两岸下一步重磅对谈 我是主持人洪淑芬 首先为您邀请的是今天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苏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教授 老师好 淑芬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前陆委会副主委赵建民赵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三位是政大外交系教授黄奎博老师 老师好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跟美国总统拜登 在4月2号进行了一个电话的通话对谈 两岸谈了一个小时45分钟 里头是谈论到有关于双方的军事合作 毒品茶器还有对台湾的关系 都做了一些沟通跟交流 那么事后中国大陆的外交部表示 那么习近平在对话的期间 强调了降低的风险 那么同时呢其中对于这个中美的关系呢 坚持了三大的原则 为您来做一个解说 包括了第一就是以和为贵 那么坚守呢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 不断提升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 那第二呢是以稳为重 不折腾不挑适 不越界保持中美关系总体的稳定 那第三呢是以信为本 用行动兑现各自的承诺 将旧金山愿景转为市实景 好我要请教一下张老师 因为我们看到这是呢 习近平跟拜登在去年的旧金山会议之后呢 再一次的用电话的通话 那当然呢 对于台海的稳定的关系 有一定的影响程度 但是呢我们来看一看 是不是这一切都是有精算过的 因为我们从几个时间点来看 就发现其实蛮巧妙的 那包含在2月14号双方呢 因为在惊吓海域的帆船事件之后 那么双方的这个情势呢 稍微比较紧张一点 但是我们看到 最近几个事件来看 包含了罗森伯格呢 来到台湾 还有呢就是在4月1号的时候 前总统马英九到大陆去访问 到4月2号呢 金防部本来要对海实弹射击 后来取消了 改成了陆地的靶场的射击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在4月2号的时间点 拜席进行了通话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 就是罗森伯格也来到了台湾 然后另外还有这4月3号跟4月4号 美中的军方夏威夷的会谈 那4月4号呢 美国财政部长叶伦就访了大陆 好这几件事情看起来 似乎好像是各自独立的事件 但是呢我们仔细来看看 各自的时间点算起来 是不是一种精算 也就是说呢 美国跟中国对于台湾的共管 看起来凿生更加的多的痕迹 我觉得两个国家的领导人见面 当然有他的一些需要 我想这是这两个国家 对世界负责的很重要一个表象 当然台湾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绝对是其中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但是对于美中来讲 他们的问题当然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 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那在去年的10月15号 习近平跟拜登见过面以后呢 那过了130多天 那这一次双方们互相的电话 我觉得他有他一个大环境的影响 包括就说我们知道美国的选举 大概初选也大概就结束了 那基本上的未来在越到后面 他们两个的见面或者对话 会越来越困难 越进入选举的机制 那另外来讲呢 现在国际上的大事的确也非常多 包括俄乌战争 包括以哈战争 那特别是美中之间的经济方面的较量 其实还没有方面的停止 所以我会觉得说 对于这个美中两大国来讲 他们保持一个沟通的管道 我觉得这是他们所必须要来努力的 但是沟通管道的沟通管道 它毕竟只是一个型嘛 那真正的实质方面的话 我觉得大家彼此之间 原来的坚持的立场 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 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那包括在什么 你可以看出美中之间的对抗 我觉得大概包括三个方面嘛 那第一个就是美国会继续拉拢 相关的国家去围堵中国大陆 我们看到最近的事情 大概4月10号左右 包括美国 日本跟还有菲律宾 那三个国家会进行个高峰的会议嘛 那甚至要不要把台湾纳入到 阿库斯整个一个防卫体系 所谓这个潜见计划里面 我觉得这都在考虑的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也会来讨论 所以在这些问题都要做以前的时候呢 其实美国他也必须要向中国大陆 做一些的表态 就基本上事前跟你打个招呼 做一个形象方面的一些事情 那大陆当然非常清楚 利用这件事情表达 大陆的一个基本立场 就是希望你美国所谓的趋风险化 不要反而制造了更多的风险 那习近平在这谈话里面也撂出 他的话就说 如果你愿意合作的话 我们永远开放大门 但是如果你要对抗的话呢 那对不起 我们一定奉陪到底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整个相关的对话 其实都是彼此之间的立场 都没有做任何的动摇 但是呢 由于这个今天美中高层 要做电话的沟通 所以当然会影响到台湾 就像你刚刚讲的 原来的金门要实弹的演习 那因为拜登跟习近平今天要对话 那必须有一个善意 所以我相信是美国方面 要求台湾方面 那这个实弹演习 就暂时的去取消了嘛 那这段时间 的确两岸关系 也变得非常的紧张 那包括马云九先生 有大陆去访问去 所以有些大陆他的高层 也在希望能够缓和一下 两岸关系 不要越走越僵 那正如你刚刚讲的 就是说美中之间 其实在台湾问题上 虽然没有共管的这个表象 但是其实共管的事实 已经出现了 那这也是我们台湾 必须要忧虑的 也就是在这个谈话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对台湾的发言 其实大陆方面 还是非常的强硬嘛 跟美国料化也料得非常的狠 就基本上要避免 外部力量的介入 这些话都讲得非常清楚 那当然对于拜登来讲 还是说希望维持 两岸的和平跟一个发展 所以我的看法就说 倒并不是完完全全 是因为台湾的因素 而促成了拜登 跟习近平间的对话 但是由于拜登 跟习近平要对话 所以台湾的很多的行为举止 就必须更为的克制 所以这件事也充分显示出来 其实民进党的赖清德 或者蔡英文 他们在面对两岸问题上 还是完全依附在美国 也就是美国会完全主导着台湾 所以我常常讲 其实现在的两岸关系 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发牌 可能反而是美国 因为包括中国大陆 他也不希望两岸之间 有任何的武力方面的冲突 可是民进党 由于一种惯性的方式 他在两岸问题上 又不断地想冲撞 就制造两岸之间冲突 所以说美国今天的介入 去管理台湾的民进党 我觉得中国大陆来讲 他是需要的 所以说换言之 在这个基础之下 我觉得拜登跟习近平的对话 或者美中之间的任何高层的互动 他就有展开的必要 也会产生一些实质方面的一些效果 我今天想要请教一下赵老师 我们看到就说 这其中有一个人非常重要 这是罗森伯格 那么他几次来到台湾 其实这个时间点上 跟这个新闻的事件都有相关 包含了就是从去年的四月份 这个2023年来到台湾之后 那包含当时的大陆解放军 在这个黄海有重大的军事活动 那第二次第三次 那集冲还包含了 有这个总统大选的期间 那最近一次就是在拜登跟习近平 要进行通话之前 他来到了台湾 老师怎么看 这个罗森伯格他的角色 对于台湾 他所这个失度 施加的这个力道呢 是不是在其中也非常明显 那首先我们要了解 这个就是说 美国对当前两岸关系 是非常紧张的 因为中美当然是在对抗当中 不过他们很多事情 包括经济方面 现在叶伦正在中国大陆访问 看起来美国对于中国大陆 他所谓的公平竞赛 跟市场这个公平性的问题 非常的在意 尤其对这个新能源方面 电动汽车 还有这个太阳 太阳能方面 中国大陆觉得 美国觉得中国大陆产生 就产量过剩 希望中国大陆可以 适度的这个解制 避免影响到美国自己 的这个国内的产业发展 这我们都可以理解 不过就说美中在经济方面的竞争 它不会出现什么战乱 不会有什么冲突 可是在南海跟台海问题 尤其是台海问题 这是有可能使得 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走到一个竞争对立 或者战争的状态 因此我们就说DC我们看得出来 说DC很多人 包括智库美国官员 对当前两岸关系 尤其是民进党的两岸关系 应该是有很多的这个疑虑的 那么罗森伯格上一次 今年一月在总统大选 结束以后马上过来 各位大概也记得 他的一个最重要的信息 就是在台湾强调美国 不支持台独的这个政策 这个政策是比较 就是说这个政策我们可以理解 可是过去通常是美国在美国讲 给中国大陆听 或者到中国大陆 或者国际场合讲 给中国大陆听 可是这次是美国的 主要的负责两岸事务的官员 来台湾讲给我们听 所以那次的这个访问 可以大概可以说是大家印象深刻了 那么这次选择在这个关节 就是说关键点上 正好是新政府即将就任 我个人觉得美国要传达 让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 那么赖清德就他过去的这个 务实台独这样的这个立场 要有所节制 我觉得这个信息是非常清楚的 所以老师怎么看 就说罗松伯格是不是会在 520赖清德就职之前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他很有可能还会再一次来到台湾 带来一些讯息 这当然不是不可能 不过短短在五个月之内来三次 应该是比较过多 我觉得来了两次 选举之后 主张也记得在选前 就我们大选前夕 白宫特别非常罕见的 就台湾的选举 举行了一次那个新闻发布会 那里面讲的其实也非常的非常的尖锐 那希望两岸就说任何一方不要改变现状 维持和平稳定的发展 同时特别对两岸未来 是不是和平的解决 分歧都有所表述 这个基本上都是讲给中国大陆听的 就是说在因此选后 罗松伯格马上来 现在选后一个多月又来 我觉得这个讯息已经非常明确了 我今天想要请教一下黄老师 就是说虽然我们看到 习近平跟拜登在通话的时候 对谈上面似乎看起来是 以和为贵和和气气的 但事实上这个后面 刚刚赵老师有讲到说 这个军事上的一个对抗 或军事上的一个方面 可能接下来是一个重点 但是除此之外 是不是在经贸上 其实也是一个重锤 我先谈 很快谈一下拜习的通话好了 刚才您提到了 这个特别在习近平 他表达的一些求吻 或者是这个 或者以和为贵 还有以性为重等等这些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以我们外交角度来讲 这个叫做坦率的对话 坦率的对话 坦率的对话 那为什么特别讲 从我们外交角度呢 因为如果你看到 大部分时间 你看到一个国家讲说 我们进行了坦率的交流 表示各说各话 是这个意思 对 我很直白的讲了 但是我有没有说服你 我有没有沟通 那个不知道 那有时候加个坦率而建设性的对话 那么气氛可能好一点点 因为不只是坦率 还有建设性 至少还提出了一些双方向前走的一些 这个说法或建议 那可能对方也至少听进去了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中国大陆的官方 怎么样去定义那一次的拜习对话 但是坦率的 我觉得这个大概是很明显的 因为美国 其实我觉得习近平讲的也很直接 我当然对美中关系有所期望 可是呢 你也不要到处去戳我 打着去风险的旗号 然后一直在找我的麻烦 我觉得习近平讲的很清楚 而且他也讲说 这个如果真的必要的话 中方不会没有回应 其实这个在外交上已经 说实在外交这些 稍微带一些强硬的话 你要把它再乘个1.2 1.3 1.5 也就是说其实习近平 软的也表示了 以和为贵等等 但是硬的他也表示了 所以在军事上 刚才赵老师已经讲过了 特别是在台海南海等等的问题 这个是美国跟中国大陆 目前最可能进行双边 直接军事冲突的两个点 可是经贸上面 经贸上面 我们看到美国这个组合权 源源不绝的来 从一开始 拜登讲的是关税 他讲的是关税 他不太像过去像雷根 雷根很喜欢用汇率 日本就是被雷根用汇率的方式 打下去的 叫日元维持在他的这个高档 那川普贸易战先打下去 而且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 川普在他的最后一年多 大概一年半左右 已经开始准备科技战 包括他的商务部一些相关的单位 已经对外征求 在我记得好像有17项还是19项 重要的这些科技领域的这些发展 我们如果要对中国大陆怎么样的话 相关的美国产业 你们有什么意见等等的 只是大家知道川普因为后来没选上 所以他这些步骤并没有完全下去 完全走下去 但是拜登上来之后 科技战就继续了 所以而且我们也知道 这些经贸战的关税 其实双方并没有完全的撤除 好经贸上之外 科技现在更是重重之重 不管是大家听过的 美国本来要组成的 晶片四方联盟 CHIP4 当然主要是因为南韩 还有甚至包括台湾民进党政府 有些顾虑 不敢那么直接的 在晶片上面站在美国这边 所以那个CHIP4 这个四方联盟就没有 这个直接的出现 可是后面的包括 从这个研发端 从制造端等等的 全部去卡中国大陆的 晶片的制造 那这个其实 甚至美国是打群架的概念 把日本荷兰南韩 这是台湾部分也有 把它全部拉进来 去针对中国大陆一个 所以这个科技战的 晶片这一部分 厮杀的非常的惨烈 或者我不应该讲厮杀 是中国大陆防守的 非常的惨烈 所以老师在五月份 中日韩三国也会进行 一个高峰会 所以其实中国 中方在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要加强力度 在里头 日本跟南韩 现在这两个国家 我觉得中国大陆 可能比较多的心力 是放在南韩 是 因为南韩这个政府 尹熙悦 虽然说是很亲美 但是他对中国大陆态度 并不是像我们台湾这样子 反正我就是拼命 抱着美国的大腿 这个中国大陆我不管 台湾是这样子的 南韩虽然说也抱着美国的大腿 可是像譬如说北京 重要的活动 像世大运 如果没记错是那个世大运吧 去年 南韩还是派他的总理出席 所以中国大陆 看得出来 南韩虽然说 他必须要在萨德的系统 这个高空反飞弹系统 或者在经贸 甚至像一些国防安全上 跟美国合作 但是这些其他跟中国大陆关系 不至于搞到僵化 或者是差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 但是中国大陆对日本 我觉得岸田现在不只是支持度 非常的低 而且另外就是日本岸田 反而是拼命的跟着美国走 对中国大陆呢 虽然说不会落井下石 但是他对中国大陆的态度 跟南韩对中国大陆态度 两个比起来 南韩确实姿态比较有弹性 所以这个美国把日本南韩拉去 继续开他的高峰会 当然看得出来就是 日本跟南韩会进一步的 配合美国的一些 在区域安全战略上面的行动 可是我觉得南韩可能 可能啦 是美日韩这三方里面的 最软的那一块 那中国大陆只要抓着 最软的这一块呢 那美日韩他的这些战略同盟 战略的协作等等的 应该目前还是有 他一定的限度 对北京的威胁当然是有 但是也不至于到一个 等于是如芒刺在背 北京永远睡不着 这样的一个境地 刚刚黄老师有提到 这个南韩的例子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张老师 就说台湾是不是也可以 借近像南韩这样的方式 虽然呢民进党都是很亲美 但是呢另外一方面 是不是应该也要开放 跟大陆这一方 有更多的一些交流 我觉得台湾当然跟南韩不一样 我觉得南韩其实他这样的做到 是他自己内部 尹熙悦他也受到很大的 经济财团的一些压力 那刚刚讲的 其实相对于日本来讲 南韩的确是采取比较 更微妙的做法 不过一些现在做的已经是够亲美了 我觉得台湾的情况 当然跟韩国跟日本跟菲律宾都不一样 因为两岸毕竟是同文同种 而且台湾对大陆的经贸这么强 而且两岸毕竟是一个 中国人整体的内部的问题 那在这过程中 其实大陆对台湾的立场也非常的清楚 就是最终是和平统一 那台湾也没有任何独立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所以我会觉得怎么样发展两岸关系的 和平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如何在台湾两岸和平发展中 台湾也能够采取某种的主动的角色 反为更重要 所以整个来讲 就已经从我们刚刚谈到了 不管现在的整个外习之间的对话 还有目前看到的所有的东亚的局势 你会发现说台湾在里面 其实他自己没有任何挥洒的空间 他完全是一种类证 影响到我们的对外关系 也就是为了要对抗中国大陆 其实也丧失了我们很多的 对外关系的一个自主权 完全听命于美国 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不幸的一件事情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赵老师 因为民进党政府在选举的时候 经常会高举抗中保台 但是现在看到赖清德在520即将要就职 他在执政之后 会不会有一些的调整修正 他在上台之后所面临的美中的关系 其实是非常的紧张的 他会不会回到类似像是 陈水扁的时代 老师怎么看 其实刚刚提到美国跟日本南韩的关系 我觉得不只是日本跟南韩 我们检查一下 比如说亚太地区 东亚地区所有国家 最近新加坡一个智库释放出来一个民调 在东亚国家里边 现在东南亚十国 基本上亲中的这个民意已经超过亲美 就是说这是for the first time 第一次东南亚十国总体的民意里边 就是认为中国大陆比较友好 比较友善对我们比较有利 超过美国 那其中这个回教国家 包括印度尼西亚 这世界一个大国 人口两亿三四千万 跟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回教的 大概亲中的民意都达到七成五 就是表示就是说 不只想像越南 越南这国家是跟中国大陆过去 是有共同的一些共产意识形态的基础 可是双方曾经发生过两次海战跟一次陆战 所以越南又有长期的历史 跟中国这个历史的一些矛盾关系 所以越南现在反中的情绪是很强的 这是为什么越南要跟那个美国走得比较近 可是大家可能也不一定 就是要看得清楚 越南跟中国大陆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现在经贸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就是说不只是另外一个国家 澳洲 澳洲是美国在亚洲最大的盟邦之一 他跟日本 澳洲在前一段时间也是反中的 非常强烈的一个国家 现在他跟中国大陆矛盾也非常的大 可是他想尽办法跟中国大陆解决 经贸方面的矛盾 这个Prime Minister总理去访问 也千方百计邀请中国大陆官员去访问 也好不容易把所有的关税过去 中国大陆对他的红酒的制裁 或者其他农余产品的制裁 全部消除了 所以看得很清楚 所有国家夹在美中之间 都不是一厢情愿的选边站 没有一个国 包括日本在内 日本跟中国大陆 其实关系也是蛮密切的 至少维持沟通 经贸关系也都是非常密切 因此你刚刚问 我们的两岸关系 当然跟陈水扁时代不可能一样 那时候美中还是互相交流 友善交流 美国希望中国大陆 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 经贸金融次序里边 所以那时候对像台独特别的敏感 这是为什么小布希在那个时候 对阿扁总统特别的有意见 那么他跟中国大陆共管台海 这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当然中国大陆对美国跟中国大陆政策 完全不一样了 开始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对抗 可是美国也 我们了解两个最大的强国 是不可能开战的 那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不可能 因此美国要怎么样降低防范 台海地区的这个危机 这是他现在所有国际议题里边 可能最优先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 拜登总统对民进党 台独政策的提防 跟那时候小布希总统 对陈水扁台独政策的提防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 立场是一致的 好 我接下来请教一下黄老师 就虽然是赖清德在520就职之后 那很多人说 他可能会按照着蔡英文的路线来走 那蔡英文当然是说是维持现状 但是在八年前的现状 跟现在的现状 其实两岸关系已经是不一样了 您怎么看 蔡英文一直拿所谓的维持现状 在忽悠大家 因为我们从时间序来看 一直到2016年的5月19号之前 也就是马英九政府在的时候 两岸的现状 它的政治基础就是九二共识 这个已经大家讲太多遍 都已经 其实大家听了耳朵都长简了 可是蔡英文上来之后 他的现状是他自己定义的 还不是美国定义的 是他自己定义的现状 也就是不要有九二共识 然后宣称 他会根据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去维持两岸关系的 那样的一个现状 大家也不要忘了 蔡英文在他第一次竞选的时候 其实他一直跟大家保证 他是最能够维持现状的总统 他都讲了 这随便新闻去查到处都有 可是他的现状原来不是我们在选举当下 在马政府时代 我们认为的两岸现状 原来他的现状是他自己的现状 所以蔡英文他的这个现状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现状真的是一直在变动 而且这个变动是一个向下的恶性发展的螺旋 也就是说两岸军事的对峙 军事的紧张越来越高 而且两岸的社会交流越来越不密切 这个其实不管从地理 从民族文化学员等等来讲 都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那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在这蔡英文主政的这八年里面 其实他正好又遇到了新冠疫情 所以他又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两岸的社会分得更远 好那我现在说赖清德要上来了 赖清德上来他在选举前信誓旦旦说 他会继续蔡英文的这些政策 你从他的副总统的人选萧美琴 就大概可以秀得出来 赖清德他的重中之重是在对美关系 那蔡英文对美关系说实在了 他处理的还不错 为什么还不错 因为你只要听美国人告诉你做什么 你就做就对了 再加上蔡英文他又遇到了当时川普的这种 大力的抗中的这种潮流 他就跟着潮流走 所以在当时其实美国对他是还评价是不错 但是我必须强调这是美国政府对蔡英文的评价 我们一般的评价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好那赖清德会不会这个跟着蔡英文的对美 对大陆的政策走 目前看起来是的 因为第一个他选了萧美琴 第二个你可以看到赖清德在选后 目前不对两岸不对外交做额外的法言 因为多说多错嘛 是 所以干脆先不要讲 到520的时候再端出来 那他端出来的东西呢 我个人判断不会跟蔡英文的有太多的差异 因为他必须要在目前美国跟中国大陆形式上共管台海 的这样一个框架下他必须要追求他自己的一些主体性或能动性 那他的主体性能动性全部是依附在他百分之百亲美之下 所以至少他在5月多这一波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有什么惊人之举 但是我常常强调 11月之后美国的大选 决定了美国的总统 还有美国未来四年 对两岸的这些执政的班子 这时候赖清德会随着美国那些 可能是比较抗中 这些的这些团队起舞 或者赖清德会继续循着拜登 不在两岸 寻求这些 这个惊人的突破或者是像这个对台湾的出卖等等 拜登就是维稳 那赖清德会跟着拜登这种路线走 或者赖清德会跟着美国其他更是具有挑衅性 或者是冲突性的这个美国的对华团队走 那11月之后不知道 所以我只能说赖清德他就算5月讲话的话 我个人觉得他的保鲜期大概就是半年 半年 等美国选完总统之后 我们再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老师 张老师怎么看 就是说美国跟中国他们其实有一个共通点 就是各自拥护自己的利益 一个是核心利益 一个是共同利益 当然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之下来进行 那对台湾来进行一些共管 那老师怎么看 就是说刚刚黄老师有提到说 这个赖清德的作为 可能在520之后 跟到美国总统大选之后 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做法 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赖清德的基本立场 他在520的就职演说的时候 我觉得会几乎是百分之百的 顺着蔡英文现在的既定的路线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毕竟蔡英文的路线 是美国所认可的 是 那在蔡英文的这八年期间 特别是后面这几年时间 那两岸关系的确是不好 但是也没有引发出军事方面的一些冲突 所以说对于赖清德来讲 这是蔡英文目前是走这种所谓台独 或独台路线 是一个最往前走 走得最远 而且是美国是愿意接受 而中国大陆并不会采取军事行动的 这么一个大论述 所以这个论述简单来讲就是什么 就是蔡英文常常讲的 第一个她不接受九二共识 第二个蔡英文在已经两次的 国庆谈话里面讲到了 就是两岸基本上是互不隶属 所以我不接受九二共识 互不隶属这个概念 但是再给她一个包装 这个包装什么 就是处理两岸关系 是按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以及两岸关系人民条例 去处理两岸关系 这个表述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一种 就是不接受九二共识 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 两岸关系处理 两岸关系人民条例 处理两岸关系 而且两岸关系在本质上是互不隶属 这三个概念 我觉得她是赖清德 在520的就职演说中 会非常的明确的表达 那这也是她最稳的一种方式 也不会因为她这个表达 而引发了两岸之间 一些军事方面的 不必要一些冲突 但是大陆也会听得不爽 那美国就会很高兴 那赖清德也没有跨越 她的一些红线 那至于未来再怎么走 我觉得美国的选举 当然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 如果美国的采取 美国选上新的总统以后 是采取继续跟中国大陆 采取更强硬的方式 那么赖清德的确认 会往这边再继续往更激烈走 但是如果说美国所采取的策略 是继续要缓和跟大陆的关系 那么赖清德她就到此为止 不会再进步 但是她也不会再退步 所以我觉得两岸关系 可能就在一个 你刚刚讲是美中之间的共管 那严格来讲 大陆就是不断的给大陆 跟美国讲说 你不可以跨这个红线 也给台湾讲说 你也不可以跨这个红线 那大陆也不希望两岸关系 一下不小心陷入到一种 所谓的军事的对抗的状态下 因为大陆内部还有很多问题要处理 包括她在跟面对大陆的科技战 她在整个美国的去风险化 她如何争取更多的时间 让她国内的经济的发展 金融的稳定 能够持续的壮大下去 如果我们一般的外交估计 大概到了2037 2038以后 那么大陆她的经济实力 那美国要压也完全就压不住了 那么我觉得不要到2037了 在2022起再35年 我觉得大概就是美国压也压不住的 那个时候我觉得大陆才会对台湾 采取更强硬的 更主动性的一个做法 简单来讲就是蔡英文 赖金德现在上台以后 她如何她现在最大的困境就是说 她如何在能够捍卫 她现在的基本的两岸关系的立场 也就是对内来讲 还是一个台独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但是对外来讲 她必须要用中华民国 这四个字给她包装起来 就是她要走台独之石 但是必须要用独台之名 用中华民国这个名来包装她 那她也在等待机会 她等待的机会就是 美国会不会给她这个机会 那大陆也在争取这个时间 大陆也不希望现在两岸闹得不可开交 那大陆要争取的时间 这是内部发展的时间 等待大陆的经济跟科技的实力 或者军事实力 让美国完全没有办法 在介入到两岸之间的事务以后 特别是如果说特朗普上台 就是川普上台以后 他愿意跟北京做一些经贸方面的妥协 那个结果就是台湾就必须要被出卖了 所以我是一直主张就是说 台湾它现在处在一个两栏的境界里面 一个境界就是说 美国如果今天真的要跟大陆对抗 但是两岸插枪走火的决定权 绝对是掌握在美国的总统手上 这个两岸插枪走火的权力 不可能掌握在台湾的赖金德手上 美国会管控他 所以在美国的要求下 赖金德是不敢冒进的 也不敢冲动的 他最多只能守住蔡英文的路线 那如果说美国觉得自己不行了 他必须要跟大陆妥协了 或者像川普上来以后 他为了取得更大的一个美国的利益 这是他必须要取得跟大陆让步的时候 那么台湾那就会被出卖掉了 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他未来的四年 他已经没有能力在处理两岸的关系了 那么台湾在未来的四年里面 他的确处在一种命运 这个命运就是有一种可能 会被美国备战争 就是美国挑起一个两岸冲突 用这个两岸冲突来遏制中国大陆 就像俄乌战争一样 那么这时候台湾的朝野 特别是赖金德 他们会愿意配合的 而配合的过程中日本会配合 菲律宾会配合 那整个韩国也有可能 但是我说的配合就是说 他们某种程度上的时候 他们是站在美国的这一边 当然我说的配合并不见得会出兵 就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 他们假切知台湾的民意会配合 但是真正的战场会在台湾 而且在台湾的本岛 那是台湾我们最不幸的抉择 那另外一种可能我刚刚讲 就是在未来的四年里面 由于我们自己对两岸关系的 没有善意的作为 那台湾就等着被美国出卖 因为美国要被战争 还是美国被出卖 其实美国是在完全掌控着台湾 所以我觉得从蔡英文开始 到赖清德 其实他们对给台湾 最不道德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台湾已经没有能力 再去追寻自己美好的未来 在两岸关系的主动性上 完全把自己的手 交到美国的手上 让美国用个绳子 套住台湾的头上 然后牵着台湾走 那这就是民营党送给台湾的 最不幸的 左右了台湾命运的一个事实 所以我常常讲 民进党是最对不起台湾人民的 他把我们台湾的未来 完全交在美国的手上 而让美国予取以求 不是被战争 就是被出卖 我想这是民进党 急不道德的一个地方 赵老师是认为说 这个两岸的是不是会冲突 是掌握在美国的手上 我问一下赵老师 就是说美国大选之后 到底是拜登当选 或者是川普当选 对于两岸关系 其实是会 还是会稍微的不一样的 尤其是 是不是会引起冲突 这个部分 老师怎么看 其实这一次4月2日 那个拜登跟习近平通电话 这大国领袖 当然是经常通电话的 他们大概或者见面 过去一段时间 养成这样的一个 他们发展出 好像这样一个习惯 大约4到5个月 就会通一次电话 一年一定会见面一次 而且通电话 像这一次超过100分钟 见面那时一两天 这样就有很多事情要 他们要去 交流讨论 交流讨论 那拜登选 在这个时候 来跟习近平通电话 其实一个 我觉得一个很重要 两个理由 一个理由就是说 520不能出状态 他要让对方知道 520台湾是不可能出状态 出状况的 因此对方也不需要 特别的担心 另外一个 我觉得他传达一个 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说 川普现在在民调领先 最近的民调就在 六个摇摆州里面 他全面领先 那么可是川普的政策 是非常本土化的 跟民进党比较像 就非常本土 排斥排斥外来 反对移民 这是他选战的主轴 同时也是当前 美国选战的主轴 这是川普选战的主轴 也是整个美国大选 现在目前大选里面 最关切的议题就是移民的议题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回想过去 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他怎么样对付他的盟邦的 骂日本 骂南韩 说不分摊军费的话 他就要撤军 什么 他骂德国 骂NATO 那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所以拜登精心要刻画一个形象 就是说他上台 他当总统的话 他是有能力处理国际问题的 尤其是处理大国 像中国这样的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这次要 你说川普还是拜登 拜登拜登 这是有别于川普 川普他要传达的一个讯息 就是川普只会对抗 要跟这个对抗 跟那个对抗 没有什么朋友 可是我是 拜登我是有能力处理 大国关系 对中关系 然后有能力处理台海问题 有能力跟维持住 这个欧洲盟邦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讯息 那美国会不会希望两岸开战 我觉得这个完全不可能 就是说美国你看 看看从二次大战以后 美国从来没有一次 为了别人打战胜利过的 他自己要打的战争 那令他别论 为别人打战 比如说韩战 越战都是为别人打 阿富汗为别人打 从来没有胜利过 而且他从来没打过 对手超过两千万人口 就他打的对手都相对的小 因此就是他要挑起 对中国大陆的战争与台湾 我相信他是要 他一定会用台湾来消耗中国大陆 军事上 经济上 压住 牵制中国大陆 可是要发动一个战争 台海战争 消磨中国大陆 像乌克兰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 我能够想象的 就是这个 这个美国冒的风险太大 就是假如台湾 台湾不可能胜利 台湾失败的话 被中国大陆拿去的话 这是严重违背美国的利益 就是他在东亚地区 怎么样向其他的盟邦交代 就是说他一个非常忠实的一个民主国家 那他居然没有办法保得住 因此我觉得这个情况 这个状况是我觉得不太可能发生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 不论是美国哪一位总统上台 川普或者是拜登 两岸不要出状况 一定是优先的政策 不过川普会在 就是说怎么样利用两岸的矛盾 扩大使得美国的利益 最大化 这个方面是比 就是说对他 作为美国的盟友 这方面是风险非常的大的 因此在这两个人之间 对台海政策当然还是有区别的 老师怎么看 就是说川普他也讲说 如果是他当选的话 他一通电话 俄乌战争或许就结束了 所以包含他国内的一些 像国防预算 似乎大家也觉得 好像不需要编列的那么高 因为如果说不需要那么多的战争支出的话 川普的话听听就好了吧 美国先曾经有做过一个统计 就美国的这个智库做过统计 川普当总统期间 不是现在哦 当总统期间 每天讲谎话二十次 不要说现在 所以他有些话听听就好了 我们不必当真 所以他是比较不可行 那好 接下来我请教一下黄老师 我们看到就说 现在包括了这个全球的局势 澳英美三方的安全伙伴关系 AUKUS在2023年成立之后 那美国跟英国呢 在未来要协助澳洲 在发展这个核动力潜舰队 那么美国呢将会出售 而且会协助澳洲来打造这个潜舰 但是呢北京认为说 这是呢 美国在结盟这个澳洲 壮大军事的力量 在这个印太地区呢 来投射这个军力 这个黄老师怎么看 就是说对于这个美中的这个关系 就是说这个AUKUS 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这个AUKUS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 它的组成里面有英国 就很奇怪 英国孤悬在欧洲大陆的西北方 它没事 而且国力也已经不是过去的 这个日不落大英帝国 这样的一个状况 它就在AUKUS里面参一角 所以很明显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美国 它希望透过打群架的方式 在各种不同的多边的机制里面 把不同的盟邦拉进来 等于大家都参与到了 你参与这一块 他参与那一块 表示呢 表示万方来朝 听着美国的话 去推动美国的印太战略 那这里面当然很多 很大一部分是包括 针对中国大陆的 所以AUKUS它的成立 说实在啦 看起来 英国当然会提供一些技术 但是很明显 它已经买的是美国 维基尼亚级的这些的核潜舰 那英国能够提供的技术 相对来讲会更有限 所以AUKUS一定是美国主导了 那在它的这个主导之下呢 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短期内其实不是什么问题 因为AUKUS原则上 它是一个非常局限在 军事安全对话 三方协调的一个 一个这个机制 各位要知道AUKUS 不是一个国际组织啊 它只是一个 大家讲好签了一个 类似合作备忘录 合作意向书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概念而已 但是重点是说 澳洲目前 之前的这个澳洲自由党政府 还有现在工党政府 都愿意继续接受 AUKUS推动的方向 澳洲也会花很多的钱 买12艘的美国核潜舰 现在问题在于说 第一点核潜舰交货的日期最快 目前规划在2032左右 我们录影的时间是2024 也就是八年之后第一艘 但是这个2032 通常在新闻分析上会讲 2032到2035交界 换句话说 延个三年也不是什么意外 而且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 跟俄罗斯的冲突 把多少美国军活的能量 吸了过去 所以你说2032 好了就算开始交界 一次交个三艘四艘好了 对 那时候 全部完成要2055 那是多元以后的事情 那个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 三十年以后 所以我看台湾也有评论在讲说 这个美国其实卖了 是一个空的政治承诺 因为不管是2032 或者赵老师讲了 2050年代好了 世界变成怎么样 我常在讲说 如果 如果这个老布希 地下有资 他回来看 为什么 美中关系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可能都无法想象 这才多久的事情 所以我第一个讲就是说 这个浅建的交界是2032或以后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或许 中长期来讲是个 这个不能讲隐忧 叫显忧了 但是现在来讲 其实中国大陆关心的是 美英澳三方 他们在这些安全战略的 对话协调的机制 还有美国看起来是想 把日本拉进来 用一个所谓像这个技术参与方的 就是提供技术的参与方拉进来 那这时候 如果变成一个 这个概念上的亚洲小北约 概念上 不是行动上 那么对中国大陆 当然还是一个 在印太地区一个复数 对中国大陆来讲 但是AUKUS我们还必须考虑到 另外一点 它目前为止 是在潜舰 或者在一些情报的 背后的这些交换上面 聚焦在这里 潜舰 难道是未来战争里面 关键的角色吗 我觉得它是一个 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它是不是 关键到说 AUKUS成立 开始交舰之后 整个印太地区的军事战略 马上会发生 这个翻天覆地的转换 我觉得也还好 更不用讲说 如果中国大陆的综合实力 继续这样子一路下去 中国大陆造舰 大家都已经讲 跟下饺子一样 造舰的实力 然后它的科技的实力 就算在未来的2032年 中国大陆还没有追上美国 但是理论上 中国大陆可能也不会 落后到那么多 那这时候呢 我们必须想一个很严肃的事实 也就是说 大家都讲 如果两岸开战 中国大陆会受到多少的伤害 美日同盟 如果他们真的出兵 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 或者怎么样 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 可是很少人在讲 中国大陆难道 在台海不幸开战的时候 中国大陆只会固守 它在东南沿海这一块的战线吗 它不会针对日本 针对任何所谓的外力干预台海的 这些国家 中国大陆不会做些反制 那它的反制 难道就是用什么电磁脉冲弹 用这个切断网络的方式 骇客的方式 只会这样子吗 还是会更严重呢 换句话说 我不想把这个情景讲得那么的血淋淋 或那么的直接 但是我只能说 我相信美国一定计算到了 如果美国直接介入了台海的战争 中国大陆会采取各式各样的方法 反制美国 从最低阶的 包括像一些出口的禁止 到最高阶的 会不会是真的是直接军事的冲突 那美国的受伤 不是我们现在纸上讲了说 美国可能会在印太地区 什么死亡什么一万多人等等 不是这样子而已的 美国的自己的领土 也必须要有一定心理的准备 所以就像张老师刚刚讲的 还有赵老师讲 其实两岸的开战牵扯到美中之间 而且美国跟中国大陆 自己有所盘算的 他们要下这个决心 发动一场战争 或者直接参与一场战争 那个决心 我想不是你我在这边讲一讲 就可以下的 那至于美国会怎么做 我觉得到时候总统是谁 中国大陆领导人还是习近平 那么久以后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太多了 但是我只能回到最后 您刚刚那个问题 AUKUS对中国大陆来讲 短期不是什么大问题 中长期中国大陆 如果美中关系持续不墓的话 中国大陆才会比较紧张 好我要先请教一下赵老师 因为虽然如此 不过美国副国务卿坎博 最近他在4月3号的时候 在美国花府智库 他有讲了一些话 他说这个AUKUS潜见计划 对台海在内的情况 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所以大家就解读说 是不是到时候要协助台湾 来抵御中国大陆的行动 好我们来看到 其实这张图 就也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巡异执勤的一个比较 就有关于这个 透过AUKUS 获得核子动力潜舰的整个部分 那他所牵涉的这个范围 那包含的是澳洲 南海 台湾海等等 那但是过去 我们看到AUKUS 并不会特定的去讲到说 一些区域 但是这次看到坎博 他是把这个区域都讲得出来 是不是 算是比较罕见 或者说他有比有用意 当然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台海要全力避战 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要强调的是 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美国为了要台海避战 那么要减少中国大陆压力 其实一直以来一直在让步 前年11月在美中领导人 在那个印度 印尼的那个巴黎岛见面 他首次提出四步亦无异 过去他只讲不支持台独 那现在扩大到四步亦无异 那就说美国不会跟中国大陆打冷战 不会去那个反对中国大陆的体制 不推翻他的体制 也不会结合盟邦来反对中国大陆 不支持台独 也无疑跟中国大陆冲突 这就很大的一个让步 为了要求中国大陆对台独等等 为什么反对这么大 在4月2日这次的两个人的电话通话里边 美国又再加了两个步 除了这四步亦无异就是五个了 又再加两个 因为中国大陆很关心中美之间的经贸问题 又加上不会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 经济发展也不会脱钩跟中国脱钩 就看得出来美国就在拜登领导的美国政府 面对中国大陆是一直是非常妥协性非常强的 可是拜登就是说白宫发布的这个新闻 公布的新闻里边都不提这些 都讲的都是非常传统的 什么美国一中政策不变 反对任何一方改变现状等等 其他什么四步亦无语 他都不讲 那因此美国的政策就是希望其他国家 共同来关切台海 那么遏阻中国大陆在台海地区 就是说发动一些不和平的一些这个想法 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 他跟日本加强他的防卫条约 跟韩国加强他的防卫条约 跟菲律宾甚至跟越南 当然不要讲您刚刚讲的这个AUKUS跟澳洲 这可以理解 可是澳洲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AUKUS不是针对台海 我们要了解就是说 澳洲为什么愿意花大概六七千澳元 那就是台币大概两三兆 买12艘美国制的这个超级和核子动力的潜艇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那他一个两千六百万的国家 他会对抗14亿三千万人口的国家 这想到哪里 那澳洲为什么要去花那么多钱 他最近还要另外花了 大概两三千亿台币来扩充他的其他的海军 就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传统以来 一段时间以来 南太平洋小国是澳洲的势力范围 这阴目了然 他投入很大的金钱心力 开发这些小国跟他的关系 可是现在这些小国已经基本上全部转向中国大陆去了 就中国要投入很多的这个财政经济的资源 小国纷纷转向 也就是说澳洲的门户洞开 他面对中国大陆海军这样日渐强大 他当然是紧张的 澳洲自己反中的情绪非常强 他要强化他的国防 当然是我们可以理解的 就像日本要强化他的国防 韩国那个印度印尼都要强化他们国防 因为中国大陆强大了嘛 可这些强化他们的国防 是不是一定跟台海关联连在一起 那你想的太多了 因为人家有人家自己的问题要解决 可是我们要了解从美国的角度来讲 他当然希望这些国家全部连在一起 共同面对中国大陆这种崛起 使得台海更稳定 我们必须了解这美国的出发点是良善的 那可是美国为什么这样做 他是希望两岸不要出问题嘛 两岸真的出问题 他是不是会出来解决问题 那也难讲 因为这问题太大了嘛 就是说这是一层一层的逻辑 我们不能把它混为一谈 我觉得现在台湾有一些人就是 面对中国大陆 我们比较小 当然强力呛呛那对方 这心里很爽嘛 这是小国经常会有的一个动作 那他很希望就是说 来为难对方 可需要觉得安全 因为他会想象美国在 然后日本在 日本又讲了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然后越南在 菲律宾在 会有很多的想象 可是我们必须理解的 我们必须理智的来分析 就是说每一个国家 都有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要考虑吗 澳洲虽然说他的考虑的重点 并不是在军事上要跟中国对抗 他只是要保护他自己 但是这次出来谈话的是坎博 也就是说大家称他是印太沙皇 而且他是在习近平跟拜登通了电话之后 特别出来讲到说 AUKUS这个事件 是会对于台海也会造成巨大的影响 所以他特别在这个时间点出来谈 所以他也算是别有用心 就是应要跟台海结在一起 看起来这也是 就是说我们另外一个就四方战略会谈 我们都很清楚 这个日本 美国澳洲跟印度的四方会谈 我们国内有一些一段时间也认为 这是亚洲小北约的缩影 那四方联合起来要对付 好像对付中国大陆的军力崛起等等 可是想到哪里去 印度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 从来很不好 可是印度跟我们关系更冷淡 就是说他跟中国大陆 他努力经营他的关系 就已经很不好 不要继续更恶化 就是说印度而且外交上非常的独立 印度跟俄罗斯非常的走得非常的近 他也早就宣布那个四方战略会谈 不是针对任何一方 就是说台湾会做很多的想象 可是我刚刚要强调的是 站在美国的立场 现在台海已经变成全球最危险的水域 他要怎么使得这个水域 能够不要进一步的恶化 这是他的当务之急 他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把每一个国家都 都让他们来发言 说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那这对每一个国家当然都重要 当然包括AUKUS在内 既然AUKUS澳洲有这个新意要强化他自己的国防 那么这个在南海地区跟台海地区本来就是相互联在一起的 那当然有可能互相影响到 因此他把这连放在一起来 意思是说要使得台海地区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 我觉得这个利益是良善的 可是我觉得我们也不要过分的去解读 认为好像澳洲一个2600万的国家 他就会来主动的面对中国大陆 要跟他军力抗衡 这恐怕是讲太多了 好 最后三分钟我请加上大老师 就是说这美国是想方设法的就是把所有的组织 所有的国际的结盟也好 就是要跟台海来做一个结合 老师怎么看 美国要跟台海结合 其实它的目的就是制止中国大陆 所以我们从整个战略格局来看 美国基本上现在跟中国大陆的竞争 这是一个铁展斑斑的 这个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 而且美国绝对希望在这场跟中国大陆的斗争中 他不会落败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谈的时候 但是美国现在要考虑他自己本身的内部因素 比如现在选举到了 现在选举期间拜登 他必须诉求两个方面 第一个他可以跟大陆保持一个 友好沟通的畅通管道 所以说你看到了拜席的通电话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要让所有的美国的群众看到说 我们是有办法来遏制中国大陆的崛起 来挑战美国的霸权的 那他在这个方面 他大概现在从三个角度来思考 第一个就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的 比如说AUKUS这个概念 原来的AUKUS 他基本上他已经讲明了 跟台海是没有关系的 可是这一次印太的沙皇 他就讲说AUKUS他们更进一步 包括什么 包括未来的潜见这个项目 是有助于台海和平跟稳定的 也就是他这个概念是什么 就是AUKUS它的背后的目的 还是要面对中国大陆的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AUKUS本身来讲 因为你知道美国他都是靠着选举嘛 还有一个就是军火商的庞大的一个军火利益 所以这也是美国的军工业复合体 他希望能够赚着这个潜见的12艘潜见的这个钱 对美国的军工交复合体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数目来讲 那另外一个面对中国大陆这个遏制的时候就还有什么 包括我们知道4月10号过两天 日本首相要去访问美国了 那包括菲律宾 日本跟美国跟菲律宾 这个时候会在更进一步的形成一个 类似AUKUS一样的概念 就是美日飞三方 那美日飞三方的话 日本已经讲了 我这一次到了美国去以后 日本跟美国的安全的等级会继续的升高 那菲律宾跟日本之间也会有高层对话 菲律宾跟日本会有什么RAA 就是相互准入的这么样一个协定 相互准入协定就是说 未来在南海问题上的时候 日本跟美国 特别是日本跟菲律宾之间 他们在相互准入方面 可以共同的来什么 配合他们的南海战略 也就是美国希望把日本跟菲律宾 都纳入在美国在南海方面的一个战略 为了目标又是为了中国大陆 我想第一个就是围堵的整个概念 那第二个概念就是美国讲的去风险 去风险的概念也把台湾搬进去了 我们台积电不是说到美国去吗 所以美国里用去风险的概念 也把台湾跟这些所谓日本韩国 菲律宾台湾澳洲 甚至还包括纽纪然 全部抓在一起 塑造一个在美国的国内的形象说 我美国是有能力去对抗中国大陆的 那还有第三个呢 就把中国大陆摆在什么 跟俄罗斯 跟伊朗是所谓一体的 所以你看最近开始的谈话 美国就说 你俄罗斯今天能够打这么久 撑下去 背后就是中国大陆 在各种经济方面 给俄罗斯更大的一个支持 所以你看从一个 所谓的经济方面的去风险 从整个军事方面的 相互找一些的盟友 到政治上把大陆推成一个 跟俄罗斯的一个同盟者 这个概念来讲 就是美国在选举过程中 他要操作的 至于呢 这个能不能达到他的效果的 这不重要 选举当选才是最重要 军工不合体 能不能赚得钱才是更重要 所以大家担心的什么 2050年是不是发生的效果 对美国的决策者 根本就不重要 我赢得了 下一次总统大选 然后我的军工复合体 能够赚得这些12艘 盒子动力潜舰的这个钱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 这些东西是美国的 整个政治务 它的图像 这个图像 但是我告诉各位 如果我们台湾不能够分辨 我们还真正以为说是 美国在帮助我们 帮我们拉入AUKUS里面 对不对 要跟这个日本 跟菲律宾跟韩国 要绑在一起 然后我们要配合 美国的所谓去风险化 我们的台积电 要赶快跑到美国去 我们跟大陆方面的经济 科技方面要做切割 那我们自己是鱼不可及了 所以我是认为说 我们要看清这个国际的现实 美国没有像你们想的 这么高大上 美国也不会为了 台湾陷入战场 但是美国为他个人的利益 他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的 所以这一方面 我的看法就是说 如果美国为了必要的时候 他当然可能挑起 一个两岸的冲突 他挑起两岸之后 但是他自己绝不会下场 不要怀疑 美国的底线是没有底线的 以前你绝对没想到说 美国可以把 私人银行的财产 把别人给控住 美国可以对俄罗斯 做的这种事情 当时都没有想到的 美国为了他 个人的利益的时候 我觉得美国可以 无限刷底线 这是这几十年来 我们对美国 最感到痛心的一点 因为美国 跟我们所认识的美国 的确已经有 很大的一个不同了 张老师的思路 真的是非常清楚 我们也带大家 从这个国际的局势 来看清楚 两岸下一步的发展 但是我们的用意 是希望两岸能够 稳定和平的发展 今天非常谢谢 三位来宾 来到节目当中 也欢迎大家 能够到我们的YouTube 去搜寻CTI Talk 网络论坛 来按我们的订阅 希望能够增加 我们订阅的人数 同时我们有一些 播出的时段 也欢迎大家 可以来收看 今天非常谢谢 三位来宾 来到节目当中 也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我的推荐码 CTI 798 CTI 798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